鸡呢 听说六个星期 打什么荷尔蒙 这些东西我都不太清楚 总而言之 它不是让它自然长成的 都是虐待它 让它赶快长大 所以这个东西你吃了之后 一生都是病 波丹这些动物 带着奇奇怪怪的病菌 现在连植物 蔬菜 连米 都有农药 所以李老师讲经常常告诉我们 现在人可怜 每一天三餐是什么 涉毒 涉苦 饮毒 我们喝的水 毒 吃东西 苦 哪里过的是人的生活 我听说农夫种的这些蔬菜 他卖到外面说他不吃 他自己吃的是自己种一片自己吃 自己吃的跟卖给别人的 他不是一样的 这种做法很不道德 虽然想赚几个钱 涉在家 赚这种钱是谋财害命 你自己为什么不吃呢 农药下得很重 吃不得 有毒啊 但那个菜拿出来很好看 虫都不吃啊 虫晓得那是毒药 吃了他要他的命啊 他卖了给别人吃 现在人不知不觉 干谋财害命的事太多了 太普遍了 太广泛了 造作这个物业 感受这个灾难 灾难是供业所感 大家心地善良 关怀别人跟关怀自己一样 世间就不会有灾难 所以灾难根源从哪里来的 是我们的心地不善 行为不善 自私自利 尊人利己 招感的灾难 所以六斋 从前这个六斋都是用农历 现在我们懂得这个意思 这些形式我们可以修改 现在大家生活在这个世间 多半是用心气 为一个单元 我们一个星期 修一天 这一节法 这就很好 学习释迦牟尼佛 但是最好呢 还是素食 素食 好处多 世间人 讲求养生之道 都重视卫生 保卫生 保卫生 懂得卫生 懂得卫生 伊斯兰教 比我们一般人 又要高一等 他不但懂得卫生 他懂得卫性 保护好的 保护好的 性情 所以在动物当中 性情不好的 他都不吃 他有选择 佛法里面的素食 不但知道卫生 卫生 还知道保卫 慈悲心 梁武帝 读 《能切经》 佛在《能切经》里面 说了一句话 菩萨慈悲 不忍心 是众生肉 他看到这句经文 很受感动 所以他就把肉食 断掉了 就吃尝素了 中国佛教素食 从这儿来 这个非常好 我促学佛 大概半年多 我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我就采取素食 我学佛不到一年 大概十个月的样子 我就把晚上这一餐 断掉了 这一般人讲的吃午 很好啊 很舒服啊 少吃一餐饭 哎呀 省好多次啊 心地非常清净 那么现在 大家早晨的时候 劝我 要吃一点稀饭 我也嘛 就随缘嘛 可是晚上这一餐呢 决定不吃 中午吃了之后 晚上是水果 点心通通都不吃 只喝水 茶呢 喝很淡的茶 不喝浓茶 身体健康 没有毛病啊 养身之道 养心 要清净 心里头 不能有妄想 不能有忧虑 不能有烦恼 这些东西 罪已伤身了 养心要清 要清净 养心要定 养身要动 那么我们学佛的人 运动呢 拜佛 是最好的运动 精心 我们将念佛 绕佛 就是一般讲散步 精心 一天 这个绕佛了 走个几千步 对身体决定好处 无论是精心 无论是拜佛 心都是定 身是动 养身之道 没有比这个更殊胜 所以诸位 要健康长寿 你不能不懂得 这些方法 这些的意义 目的 我们一定要清楚 养明了 一个星期 休一天 这一天当中 决定不能看报纸 不能看这个电视 那一看就乱掉了 你的摘就被破掉了 你们搞八观摘戒 还看看电视节目就完了 所以有一些污染 绝对你 是要求你 这是要求你 亲自杀生 或者 你是吩咐别人 杀生 都是等于你自己 亲自杀生 这造的杀业 害命 不尽佛 对于佛陀的教诲 不尊重 下面 局处不尊重的 这些形象 持着 避其 衣服 不尽之中 把佛经 混杂在 避其破烂的 竹子边的箱子 大概都是装最不好东西的 你家里的 尘破烂东西的 你把佛经 放在这里面 这个错误 我们 尊敬三宝的人 都会把佛经 放在最好的地方 供养住 一定有很好的书架 一定把佛经 放在最上层 你有尊敬心 就不一样了 你这么随随便便放 那对佛经 确实不尊重 不尊重佛经 你就不尊重 佛陀的教诲 你怎么会学到东西